嗨 大家好 我是Micky老师 今天要分享的绘本是 你最爱谁 我们可以看到书上有一个小男生 他的名字叫做小拓 我们赶快来看看小拓发生什么事吧 嗨 小朋友 你们好 我是小拓 最近啊 我好爱问问题哦 不管是什么问题 我都想问 妈妈在那里耶 我去问他吧 妈妈 妈妈 我问你哦 好啊 什么事呢 我问你 小拓和爸爸你比较爱谁 两个我都爱啊 不行 不行 一定要选一个你最爱谁 这个吗 妈妈靠在小拓的耳边 小小声地说了一句悄悄话 谢谢妈妈 小拓开心地亲了妈妈一下 爸爸爸爸 我问你哦 好啊 什么事呢 我问你 小拓和妈妈你比较爱谁 哦 我两个都爱呀 哦 不行 不行 你一定要选一个你最爱谁 嗯 这个嘛 爸爸靠在小拓的耳边 爸爸靠在小拓的耳边 小小声地说了一句悄悄话 谢谢爸爸 小拓开心地亲了爸爸一下 咪咪咪咪咪 我问你哦 喵 小拓 爸爸和妈妈你最爱谁 这时候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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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咪� 我最爱这个人了 小拓对外婆露出甜甜的笑容 那外婆来问问你哦 小拓你最爱谁啊 我大家都爱啊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告诉外婆 你最爱谁才行啊 这个吗 小拓靠在外婆的耳边 小小声的说了一句恰恰话 原来是隔壁的美美啊 外婆忍不住笑了出来 对呀 我最爱的人就是隔壁的美美 我知道爸爸妈妈外婆最爱我了 可是我还是最爱隔壁的美美哦 好 故事说完了 好听的话请给Micky老师拍拍手 可以的话请去买这本绘本 你最爱谁